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两人即将结婚时 董苗苗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 谎称已经爱上别人 宁志谦只能选择放手 不过董苗苗经历了人生百态后 最后发现还是宁志谦最适合自己 但是此时的宁志谦已经爱上了软刘争 最终董苗苗和宁志谦只能遗憾错过 二 宁志谦和软刘争 宁志谦和软刘争这对CP属于先婚后爱 宁志谦一开始只是把软刘争当作董苗苗的替代品 但软刘争却把宁志谦当作生活的必需品 因此软刘争果断离婚 开始追求新的生活 结果两人阴差阳错成为了医院同事 随着长期的相处 宁志谦终于被软刘争身上的真诚 可爱 单纯 独立所吸引 最终在儿子宁想的助攻下 开启了追欺火葬场模式 但是两人最后的结局还是略显遗憾 倾注了两人心血的宁想 却意外去世 让两人陷入了自责 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要孩子 三 成州宇和丁一元 成州宇和丁一元这对CP完全属于欢喜冤家的类型 初次见面便为车位争个不停 再次见面 却成为了互损同事 尽管两人看起来乍乍乎乎 但是两人一看到病人就非常专注 最终两人相互吸引 成为了医院的一段佳话 再加上丁一元又是丁副院长的千金 成州宇很快便成为医院各位同事讨好的对象 不过成州宇并不想吃软饭 于是成州宇开始美国进修 最终学成归来 成功替代了丁副院长的位置 也得到了丁一元的高度认可 四 薛伟林和阮刘征 阮刘征跟宁志谦离婚六年后迟迟没有再找 目的就是在等宁志谦回心转意 但是宁志谦死活不松口 于是阮刘征便开启了相亲模式 同时也因为一场一闹 阮刘征结识了男二薛伟林 更有趣的是薛伟林竟然还是自己的相亲对象 一来二往 两人便成为了朋友 跟宁志谦相比 薛伟林完全旗鼓相当 他帅气多金 温柔体贴 看似通透 还会哄人 简直就是妥妥的精英男友 只可惜女主心里只有宁志谦 薛伟林最终只能默默祝福 五 宁志谦和丁一元 虽然丁一元对宁志谦情有独钟 但是他敢爱敢恨 看事通透 心地善良 看到宁志谦选择了软刘征 并没有选择利用自己的千金身份 报复宁志谦和软刘征 甚至在工作上 丁一元还很支持宁志谦和软刘征 尽管丁一元是一个好女孩 但是爱情的本质是两相情愿 就算没有软刘征 他和宁志谦也没有可能 六 软朗和谭雅 薛伟林和谭雅这对CP属于意外之喜 他们身份有别 年龄差距大 再加上他们又很在意软刘征 便没有越过那条线 不过谭雅的老公是一个不喜欢 年花惹草的人 根本不在乎谭雅的喜怒哀乐 最终谭雅忍痛离婚 而软朗也没有选择趁人之威 反而继续以闺蜜弟弟的身份 默默守护谭雅 本来两人是抱着盛世的态度 没想到两人却动了真情 最终惊喜收场